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TK 又是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呢 假如观察台湾的一些正情的话 台湾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洪秀柱在党内初选呢 最近闹的是 也不能说闹 其实最近呢 其实起了很多的回响 引起了很多原来是国民党的 或者说原来比较中立的一些选民呢 引起了许多的注意 而事实上呢 是有许多正面的回响 在洪秀柱这次党内初选中 有发出了许多的声音 而这个现象呢 其实基本上是对国民党而言 是一个好的现象 在国民党在去年的这个大选当中 就是说县市首长的大选当中 这种惨败之后呢 国民党的洪秀柱在这个时候呢 等于说替国民党带起了一道清新的气流 让国民党在这个败选的惨败的 等于说倒地不起的这种 等于说是败政当中见到了一股 等于说是忠心之气 忠心之主的这种感觉 那最近他是不是能够通过30%的门槛 引起了许多的讨论 那这个党内国民党 有许多这个所谓的大佬啊 有些等于说是重量级的A咖 纷纷或明或暗的 就等于说是暗示说这个洪秀柱 并不是党内有胜算的人选 也不应该是一个我们国民党的 这个未来的总统人选 这引起了许多的讨论 那今天呢我其实想要聊的一部小部分呢 其实是谈论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新的党主席朱立伦 朱立伦在去年大选大败之后呢 他是成为蓝军里面 唯一能够选上这个五大直家市吧 的市长国民党的市长 他在新北市呢 小赢了游锡坤 好像是并不是很多票 但是他是唯一能够赢的一个 蓝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选将 所以在选后呢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辞职 那朱立伦呢 他也说他义无反顾的 这个就接下了国民党的重任 当他想要接下的时候呢 他其实也抛出了一些 就是很重大的一些议题 比方说有关于内阁制啊 总统制啊 或者是一些宪改的议题 听起来好像有一番作为 可是从他当上党主席到现在为止 似乎看不到有太多的这个声音 或是舆论 或者说是一些方向 希望能够有所改革 国民党的一些 就是说不要说改革啊 能够引领国民党 能够在败战之后 能够有一丝希望的感觉 并没有特别看到 而这次洪秀柱呢 经过了这个所谓他们 国民党的党内的初选机制 他经过这个党员联署啦 交了报名费啦 经过这个时候 现在呢到了说必须要 等于说是通过所谓的防钻条款民调 这种种的这个 等于说是一个比赛的一个结果呢 很快就会知道 但是呢 也许他在这个民调中 不论是有没有超过30% 国民党其实现在 其实做的是很难看 而这个朱立伦呢 他在这次选举中呢 他就说一切依照制度走 制度走到哪 我们就做到哪 我们绝对不会听信谣言 谣些谣言听听笑笑就好 我觉得他讲的简直是 说是屁话 其实也就是虽然难听 但是也不愿意 这就是说今天选一个 蓝营的共主 蓝营的主席出来 你在之前你说 假如明天总统大选输了 他当然是要扛起责任 他要辞职下台 假如总统赢了 当然新的总统 就变成新的国民党主席 他也要下台 那是输是赢 你都要下台 那你现在站着这个毛坑 又不拉屎 那到底是做何居心 只是做一个 想要出来给 未来总统候选人的一个教练吗 成也不必负责任 输也不必负责任 只是说 只是做一个站带的一个角色 那让这个新的国民党的 这个总统的候选人 到底要怎么发挥呢 到底是要试试听你 还是试试听他呢 假如说他认为怎么样 对他胜选总统有帮助 而你假如有其他的看法 到底是听你还是听他 这个总统的这个问题呢 我想朱立伦 他也可能了解 但是他也不愿意去面对 那现在遇到党内总统初选 党内原来只有三个人出来 愿意想要参加 那经过联署 经过筛选之后呢 最后只剩下红袖助一人 冲出这个 等于说是 以正常的管道 争取到了这个提名权 那是不是能够真的提名 我不知道 那你所谓的所谓的民调 不论是不是30% 我觉得今天假如国民党 有一个人 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 他愿意挺身而出 他愿意站出来 假如说你的党 有其他人来竞选 大家一起来公平的论战嘛 公平的比赛嘛 但是假如没有 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你党主席这时候 有什么风凉忘好讲的时候 一切依照制度走 对 一切依照制度走 这是没有错的 但也不需要一个党主席来说 也根本不需要一个党主席 大家就会依照制度走 那重点是说 在依照制度走之下 你党主席能够做什么 并不是要你改制度 也不是要你 要你怎么样革命啊 或者说要推翻原有的制度 在原有制度下 假如说现在只有一个赞奖 那你不论他的民调如何 不论是1% 2% 3% 30% 你的党 党主席就是要有这个气魄 要拿出一句话出来说 今天我们的党 有这样的一个党员出来 挑起这个重任 他的民调不高 但是我们党有义务 有责任 我们的党主席也应该 担起这个挑战 硬是要把你拉到 51%以上 让你赢得这场选举 这是我们党能够做的事情 我们党没有办法保证 所有的候选人 都是百分之几以上的支持住 百分之几以上的民调 但是我们的党有这个最大的决心 最大的相信 我们能够把你带到 50%以上的胜选的成果 这才是一个党主席 该讲的话 你有没有这个气魄 没有 照着制度走 该怎么做 怎么做 这简直就是 没什么作为的一个党主席 听了就令人气馁 听了就令人 国民党是一个福不起的阿斗 更别提那些在旁边敲鞭鼓 就是说这个 提这提那 要怎么样卡住 这个红袖柱的人 那真的是 我觉得等而下之 就更不必论他了 那为什么会谈到这件事情呢 因为基本上最近看到 所谓的 在商业周刊有一则报道 是讨论网路霸凌 网路霸凌是什么回事呢 他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小孩子 年轻人 成立在网路上 那成立也好 在另外一种现象 就是说很多人成立 他并不是真正的享受 或者说真正的 有乐趣 或者说真正的是跟朋友 很快乐的在网路上 有任何的这个沟通 事实上有一些年轻人 他们在网路上 事实上是会被霸凌的 而这网路的霸凌呢 事实上会有很多很多 我们看不到的现象 很多很多看不到的这种 事情呢 比一般的所谓的 在校园里面的霸凌 更可怕 而他的传播的速度 或他的力量 可能比那在校园里的力量 更大 举一个例子 他说日本有一个女高中生 他在网路上公布了一个 惊人的数字 他说他自己啊 总共有 在LINE上面 有超过了33组的族群 就是聊天室 而自己每天有超过 3000折的讯息要阅读 3000折 但假如自己一读不回 隔天上学的时候 就会被群组里的同学 当空气 而被当作小圈子之外的人 排挤 也就是说 今天你假如参加了 你不论是愿意或是非愿意 就是说自愿或非自愿 参加了这么多的group 而你在这么多group里面 假如说 每天每个group 有几十折的这种留言 假如你不回话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是 就等于说是 不愿意 有心留在我们的group 你等于是话外之名 你等于说是 异议人士 就会被大家排挤 这种也是一种 校园的霸凌的现象 网路霸凌的现象 这个我想 也许很多做父母的 并不了解这种事情 但是我要谈的就是说 在这种状况下 像有一些学者 他们提出了 有一个所谓的 沉默螺旋现象 它是会强化这种伤害力 他说 在美国有一个研究中心 他曾发生 严重网路霸凌致死事件的 罗格斯大学合作研究 他们形容 在网路上 有一种叫做 沉默的螺旋效应 他描述的说 人们在表达意见的时候 如果看到自己的观点 与多数人 站在同一边的时候 更愿意大鸣大放 反之 若自觉只是少数 就宁愿选择沉默 形成一边声音越来越大 另外一边 则相对越来越沉默 当受害者 看不到网路上 有人替自己说话的时候 开始会怀疑 是否是被所有人背叛 是否自己是世界上 唯一的一个不同分子 不同声音的人 这也就是我们在网路上看到 之前在柯文哲在选举台北市长的时候 甚至于在之后 他在网路上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几乎看不到任何 等于说是 跟他有不同意见 跟他唱反调的声音 在网路上出现 就算心里面有许多这种声音 大家也许都被埋在 大家都愿意宁愿把这种声音埋在心里 因为晓得网路上铺天盖地 都是一片对柯市长那时候的 柯P的一片赞扬 一片这个崇拜的这种讨论 自己可能觉得自己是少数中的少数 假如说你有一不同的声音的时候 同样的这种现象 发生在不少之前 所谓造神运动中出现的一些人 包括马英九 包括陈水扁 就是说大家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少数 而在网路上的声音是多数 在网路上的声音因为不具名 具有这个匿名的效果 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些人 他们会愿意肆无忌惮地 来把他们的神当作 他们的偶像当作是 绝对不会犯错 绝对是正义之师的一种力量 不论怎么说 当这些声音超越了 不愿意发声的人的声音 事实上不愿意发声的人 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假如说网路上通通是这种声音的时候 事实上是对另外一方族群 或说另外一方对持不同意见的人的一种霸凌 因为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觉得自己是声音是少数的 会觉得自己是怕事的 会觉得自己的声音 不是大多数被接受的声音 这种状况下 那相对的 你想要表达你意识的这种机会 就会越来越少 这也是在网路上 我们从此看到的是很多时候 是比较负面的攻击的一种语言 而不是温暖的 而不是在雪中送炭的这种语言 因为攻击的谩骂的 或者说是负面宣传的这种网路语言 通常会引起蛮多的回响 而这种回响因为在所谓的 刚刚讲负面的沉默 或者是正面的多数的 或者说正面的噪音的这种环境下 反而会被放大 这也是在网路这种事件里面 一种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 那在政治上在校园里 我们等于说是无处可找 无处可逃 也许你可以说我们不要有这种网路上的这种连接 但是很难 毕竟在这个社会中 你不用网路跟人家连接 是很难有这种 等于说很难跟人家有共同沟通的一种管道 但是相对的 其实在网路上的很多的声音 事实上在现在来看 其实的确有很多是一种非深刻的 不是一种具体的 整体的一种论述的表现 而是一个比较肤浅的 或者说一个浅层次的 或者说是一个断章取义的一种表现 等于说你把一个 也许是一个需要很深刻讨论的故事 用很简单的两三句话 就把它做结论 而不是来讨论这种现象 其实在社会上越来越多 其实我总觉得说 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拉拉扎扎又扯到说 从网路的这种短讯 网路的这种 首先说所谓的Twitter也好 或者说微博也好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精简的字句中 把你想要说的话说完 但是呢 也许一方面训练了小孩子的精简的能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却减少了 或是强害了小孩子 或者说一般人 整体或是更深度思考的一种空间 很多人一方面不愿意写 更多人不愿意去读长篇的大论的东西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现在所谓网路语言 网路社会 网路沟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大家思考越来越浅显 越来越不深入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东西也许永远都无法深入到下一层 把真正的问题核心解决掉 这是我觉得蛮担心的 等于说是第一段呢 大家拉拉扎扎从红袖柱现象 讨论到网路 讨论到这些霸凌的这些现象呢 说感觉一些小小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 好那接下来第二段呢 我们谈点比较稍微轻松一点的 就是这礼拜的继续的NBA最后的final比赛 在Golden State Warriors 上礼拜呢Golden State Warriors呢 基本上在自己的本场呢 拿到了一胜一负 那到了这个礼拜呢 在Cliflund 也就是我曾经念研究所的地方 待了两年的一个小家乡吧 对Cliflund也有一个深厚的感情 在那里呢比赛跟Cliflund的 跟Cliflund他们也有一个 Cavaliers也有一个比赛 那这两场比赛呢 同样的也是一负一胜 这两场比赛中呢 其实LeBron James在第三场比赛当中呢 其实仍然打得相当好 他延续了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 他也事实上破了NBA final的这个比赛的 一系列比赛的这个记录 就等于说三场他拿了120几分 这个记录简直是创造了NBA的一个 前卫有古人后不知有没有来者的这种得分比数 所以他打的前三场打的是非常的好 不论远头进攻 打得非常的沉着 非常有大将之风 也表现出他等于说最加入NBA以来 最沉着稳重 最杰出的一系列的比赛 因为在之前呢他在迈阿密队的时候呢 事实上他虽然曾经赢得过冠军 但是呢其实在关键比赛当中呢 并没有展现出一夫当关万夫莫迪的那种气势 而相对的在这两场比赛中 在这三场比赛前三场比赛当中呢 事实上他又展现出这种气势 一方面也是时事 因为他之前的几个最重要的 所谓的队里面的几个金三角 包括那个所谓的LUV 以及那个另外一个控球的这个空位 都在这个季赛结束前呢都受伤了 所以都无法进入这个Final比赛 在进入Final之后呢 等于说是属中无大将 唯有LeBron James一个人 在骑士队撑起这个场面 而骑士队在这种状况下呢 其实这个LeBron James也了解说 这时候没有所谓的三角 没有所谓的两角 就只有一角 这一角就是他 他如何能够有效的 自己能够得分 有效的能够帮助队友 也能够在某些机会 某些这个空隙下也能够取分 这是他这个连说是 无可卸任的 无可推避的一个责任 哎呀怎么听起来像洪秀柱呢 不过重点是说 他在前三场比赛中 真的是大肆砍杀 他把这个Golden State Warriors 砍得简直是 很惨不忍睹了 虽然他们也赢了一场 但是呢在LeBron James的威风之下 他们赢的球 或者说他们诉求 基本上风采都在LeBron James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不可 不提的这个 有一个小将 澳洲小将 这个澳洲小将呢 等于是说 在他们主要控球后卫受伤状况 退场下 他上来了 他上来 他的唯一的工作 就是在场上防守 守守守守守守守 把这个Warriors的这个 咖喱小子 Steve Curry 守的简直是马把马 让他出手非常非常困难 而在场上呢 你就看到Steve Curry 完完全全不像一个正常比赛的一个MVP 在正常比赛当中 他轻轻松松 轻松协议的 该三分的三分 该切入的切入 防不胜防 忽左忽右 忽右忽左忽前忽后 他的所谓的迷中步也好 三分远射也好 都在在显示了他这个惊人的过人的这个NBA的天赋 但是在这前三场比赛当中 基本上好像都消失不见了 看不到他的表现 他的投篮命中率 简直是惨不忍睹 但是到了第四场 在Clifton的第二场比赛 我们看到 这个LeBron James也好 或者是澳洲小将也好 或者说是另外的 那个Shrump也好 好像在看到他们 其实好像真的力气用尽了 这个Warriors 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武器 我们上次也谈过 就所谓的小球 Small Ball 这小球战术呢 他们等于说是不断用小个子 不断的快跑快防快跑快防 不断的轮转 不断的替换 一方面进攻的时候 可以把球倒速度加快 二方面在防守的时候 不断的互相利用小个子 但是快速度的 双重防守 让这个Evan有大个子 也占不了太多便宜 而这种速度的比拼 这个骑士队他们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他们在决赛中 他们只用七个到八个球员的轮替 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要球员在场边 热敷的热敷 冷敷的冷敷 泡冰水的泡冰水 贴胶布的贴胶布 泡冰带的泡冰带 简直是惨不忍睹一片 简直是等于说是 等于说是这个力气放进的感觉 而这澳洲小将听说在订完Steve Curry之后 这个有脱水的现象 也有抽筋的现象 等于说你可以看到他 在我场上为了要让Steve Curry 等于说是 这个形影不离的贴着他 像手套一样贴着他 他也等于说是用尽了120%的力气 但是在第四场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你100%的力气 120%的力气 不可能连撑四场连撑五场 所以在第四场我们看到 Steve Curry开始出现机会 其他的NBA 其他Golden State Warriors的这些球员 也看到机会了 他们有时候快攻 有时候慢攻 有时候怎么样 但是他们多多少少 都可以看到像前三场 看不到的空隙 能够出手 能够得分 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 骑士队在接下来比赛的一个阴影 因为毕竟说体力 并不是无穷尽的 在连续的这几场比赛 连续的伤兵 连续的作战下 你可以看到 骑士队可能在未来 体力只会越来越差 不会越好 但是在Golden State Warriors 他们可用之兵又特别的多 所以在这边 我其实也可以蛮大胆的预测 今年Golden State Warriors 能够拿到NBA总冠军的机会 其实是相对比 骑士队高很多的 这是我小小的观察 下一场第五场的比赛 在2比2平手之后 第五场比赛会在Golden State 也就是在Auckland比赛 我们就来看这赛结果 那我心里面呢 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Hometown的Golden State 能够赢得这次的总冠军 那我们就来拭目以待 大家心平气和 坐在电视机前面 吃吃喝喝聊聊天 这是非常大的享受 去球场看球 动辄七八百到一千到一千以上的这种场 这个位置 季后赛的门票相当的贵 坐在电视机前面 好好享受也是不错的了 好 那今天